疫苗是不是要再打 其实现在美国 不管是Pfizer或者是Moderna 都已经开始做第二代疫苗 也就是说用Omicron做被子 而不是武汉猪 武汉猪一直打下去 是真的是没完没了 而且Message RNA 就是很多高龄长者 它的副作用是相当的高 可是事实上蛋白质疫苗 也不能够只靠 spike protein 所以现在就是WHO也好 美国的前阵子白宫的 白宫的COVID-19上面的会议 他们也都认知到改进疫苗 原来他们不肯改疫苗 就是如果你患了病毒株 你所有的医院又要全部开始 就很花时间 可是另外有一个 另外有一个比较大的好处 就是你就直接找各个病毒的 保持的氧胶素 也就是说相同会被免疫细胞认识的 这些氧基酸来做疫苗 所以这个叫做 Immuno-informatics 就用免疫的资讯去做疫苗 事实上现在这方面的研究也相当的多 台湾的UB612 事实上这个疫苗 它就是针对B-cell epitope T-cell epitope neutralization epitope 所以它不是只有spy protein 还有M protein 可是现在就被卡在食药署不让它通过 因为它可以量产 所以它量产了以后 很可能高单疫苗的发展就比较受限 可是我觉得两个protein疫苗 对于应父或者是小孩 那些没有很好药 或者是很多药是drug-drug interaction的时候 其实它是可以去让它去做第三期临床试验 所以我在报纸上写了很多次 我们的政府就是一定要影响到他投票 他才会去改 跟以前60年代70年代 什么李柏林他们一看到全民健保重要 杨志良江东亮写文章 马上就去推动了 完全不一样 现在的政府官员 就是他基本上他要有政治压力 他才去做 可是他并不是说他认为这个东西要赶快做 他并不是这样 可是现在病毒变化速度快于政府的 决策 所以现在很惨 我们前面打七局 通通都赢 我们最后这两局输掉了 我们要告诉大家 我们有优惠我们中天的网友 这些东西都可以在我们快点购网站上投来购买 现在有三种不同的好康组合 购买的时候 不要忘记我们有非常多的折扣代码 可以给大家来输入 可以享有一些优惠好康